看一下,如果我今天要撰写一個VB 不是用錄製的,上個禮拜是錄製聚齊 那你會發現我什麼事情其實都沒有做 它就自動幫我產生的 但如果說我今天,我不是要自動錄製的 自動錄製當然它有個好處 就是程式會自動幫你產生 可是問題,它寫 它其實到底幫你做了什麼? 其實第一件事 它自己幫你建立一個模組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錄製聚齊 到底背後幫你做了什麼? 一,它幫你先建一個模組 第二的話呢,它幫你建一個 如果你要錄製一個聚齊的話 它幫你增加一個SUB 所以這個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你有打一個名稱 第四個它就只要你有滑鼠有鍵盤有動作的話 它就一步一步一步的幫你把對應 滑鼠鍵盤對應的程式 就幫你寫在這個SUB裡面 你會發現最後結束就會END SUB 也就是停止錄製 OK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我們自己要手動 因為剛剛是自動 如果你要手動寫個VBA的話 其實它的邏輯也跟錄製聚齊是一樣的 只是這些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變成你要自己去做 OK 所以呢,假設你要自己寫的話 你該怎麼辦? 第一步一樣 把程式寫在模組裡 所以呢,你應該寫在哪裡? 其實當然你可以直接寫在這個 第一個module1下面 也OK,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我是想要讓各位體驗一下 如果說你假如以後要自己寫的話 請記住第一步一定要先自己鍵好了 因為以後的這個程式的話 不需要錄製 其實不是每一次都要錄製聚集 那如果說你自己要開始寫的話 請你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 模組 也就是說以後如果你不管做任何動作 寫VBA的話 第一件事情 記得喔 請你在那個開啟第一步開啟VBA 第二步的話請你按右鍵插入模組 插入模組的位置 其實這個任何地方 只要在這個專案上方 按右鍵都會有一個插入模組 OK 所以呢,我們就插入模組 這個時候的話會有個module2 再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寫我們要的程式 OK,那怎麼寫 記得請你在module2 module1在哪裡? module1在這裡 所以你點兩下,module1也出來 module2裡面是白的 OK,沒東西 那如果說我要寫 寫什麼呢? 假如說我今天喔 我不是串結 因為串結是自己幫我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模擬什麼? 我希望喔 有點像模擬什麼? 我們之前把公式呢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裡來的這個動作 OK,有點像啦 我把這個底下沒有 有點像這樣 我就把這個公式放到這邊來 欸? 那我要怎麼樣把公式放到這邊來 這個動作 如果要寫成VBA的話 特別注意喔 第一步喔 特別注意我們新增模組了 Visual Basic 插入模組 再來的話我們寫個sub 所以第三步是寫個sub sub名稱叫什麼? 你就寫在後面 名稱的話呢 我們把它取名稱叫做門號好了 門號輸出公式 所以我習慣是 叫門號 這個名稱可以制定啦 底線 那名稱記得喔 你用的符號記得 除了底線之外的符號 一律都不要用 否則的話很容易出問題 底下加一個公式好了 因為我想要怎麼樣 把這個門號的公式輸出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來 那該怎麼做 OK 首先的話呢 你就打個sub 門號公式 按Enter就可以了 然後一次幫我加 小瓜糊 加End Sub 意思說呢 我現在的程式要寫在 這個兩行的中間 OK 再來的話呢 按個TAB 習慣上是下一階 下一階做什麼呢 把這個公式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特別注意喔 它的原理原則 第一個 這個儲存格 我們一般用Sales Sales的話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哪一個儲存格啊 OK Sales的話指的是 這整個工作表的所有儲存格 所以加S 但是呢 如果我要指向的是 這個儲存格的話 那就是第幾列 特別注意喔 它後面 需要跟它講 哪一列 哪一欄 所以呢 第一個要先第幾列 第二列 所以輸入2 逗點 哪一欄呢 我們有幾個方法 ABCDE 你可以輸入5 不過輸入5的話呢 有的時候 比較後面的這個欄喔 比如說 UXY 等等 Y25 OK 當然有些比較中間 你可能記不起來 那個數字是多少 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用字串 用文字的方式喔 你可以用一個什麼 前後雙引號 那這個意思就是喔 12這個儲存格裡面要放什麼 放什麼後面加一個等號 那我們就在這個等號後面加兩個雙引號 OK 當然如果你現在這樣執行的話 其實就清楚啦 就是把這個叫空字串 其實就等於清楚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指定的儲存格位置裡面 OK 當然我現在執行的話 它就清楚啦 不過我們假設不是要清楚喔 那我希望怎麼樣 幫我把這一串公式 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OK 那怎麼做 第一步喔 請特別注意喔 請你把這上面的這個公式 這一串公式 複製一下 取消 OK 複製完取消 第二步的話 再切回到Visual Basic 把剛剛的公式 再貼回到這個雙引號 記得喔 這個雙引號裡面把它貼上 OK 不過呢 請特別注意喔 這個過程當中 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小心的 因為呢 我們這一串公式裡面 裡面有很多的雙引號 但是這個雙引號呢 基本上喔 在VPA裡面已經被用了 它是指的是 自串的頭跟尾 所以喔 如果假設喔 你直接貼這一串公式在這裡的話 一開你會發現會有錯誤 什麼錯誤呢 哇 它沒辦法辨識喔 為什麼 因為你裡面喔 這些東西呢 有太多的雙引號 跟 VPA裡面用到的雙引號 是衝突的 所以怎麼辦 特別注意喔 你在貼公式裡面 只要有雙引號的話 它有一個規則 就是要把 一個雙引號變成兩個 它就知道說 如果你是兩個雙引號 那表示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如果是一個的話 那就是VPA裡面的雙引號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那怎麼改 記得喔 看到雙引號 就給兩個 一個 變兩個 所以這個倒也是 比較麻煩的點 請各位要特別小心 一個變兩個 那後面的話 我會教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其實我自己 平常假設 當然如果你雙引號比較少的話 你可以慢慢的去自己再加 記得喔 加的時候 加到最後一個 這個就不要再加了 因為最後外面這個 這個指的是VPA裡面的雙引號 不需要改 好 那這樣的話就改完了 我們直接怎麼樣 把它做輸出 那輸出的話呢 當然我把這個delete掉 如果我要執行這個程式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執行的方法 上面有個執行 那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剛剛這一串公式 放到 有點像 這個等號有點像 把後面的東西 賦予到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指的是哪裡呢 指的就是這個儲存格 所以呢 它會把這一串東西 幫你把它丟到這裡來 那丟到這裡來 有點像你自己打了一串公式 那這一串公式打完之後 它會自己幫你按Enter 表示說自動幫你把這一串公式 在這邊被執行掉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執行的話 就是直接這邊按執行 各位有沒有發現 把這一串公式 幫你把它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它就自動幫你執行完畢了 OK 這樣就完成第一階段 當然了 另外你也可以再寫一個什麼呢 清除 把這個三行複製之後 貼到底下來 那可以改一下 也許叫門號 因為這邊有個清除門 名稱已經一樣了 乾脆這個公式叫清除好了 這樣比較不會跟 如果你也叫清除 那會跟之前那個名稱一樣 會衝突 那我們叫門號底線清除 那只需要改哪個地方 把等號後面這邊 原來是一串公式 你直接留下兩個雙引號 那這個就表示清除 意思就是 把這個叫空字串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空字串意思就是清除 我們把它清除給各位看一下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第一個部分 那這個就是 我們的第一支程式 OK 所以這個是執行 把這個公式丟進來 這個執行的話 就是把它清除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要把這兩個 sub變成按鈕的話 其實做法跟上個禮拜是一樣的 因為只要是sub 就可以變成按鈕 OK 所以請各位也許 先試著做做看 我要再把重點 回顧一下 1 我們先點visual basic 2 在這邊按右鍵 插入模組 3 在這邊打sub 門號底線公式 打這個enter 然後呢 再跟他講說 我的哪個儲存格 要輸入什麼樣的公式 這個公式的話 記得喔 只要把公式裡面 它有個規則 因為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跟VBA的雙引號衝突 所以把它變兩個就可以了 他就知道說 你那個雙引號是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這樣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如果怕記不太起來的話 也許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第一單元 這邊其實就會有類似的程式 差別好像只有在 這個是12 我看12 對一樣 所以這邊的話 有一模一樣 所以你甚至可以把這個複製貼過來 也會一模一樣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我再把那個 畫面 停止顯示 再把它恢復 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第一個VBA的程式撰寫 好